金朝灭亡时有多惨 皇帝被刀劈成两半 皇后被士兵排着队凌入 皇室女性全沦为玩物 皇室男子也没好到哪里去 被全部杀光 说是比金康之池惨时被一点也不为过 俗话说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金朝的灭亡正是这句话的完美诠释 大家好 我是爱讲故事的喵喵 今天 喵喵为您讲述 金朝灭亡之池 当年金人攻破宋朝 俘虏了两位皇帝 皇室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被迫光着身子 披上羊皮 在冰天雪地里行迁阳里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池 然而让金人没想到的是 历史会重演 107年后 宋朝打回来了 心仇旧恨一起算 金人遭受了比当年更疯狂的报复 时间回到1234年 当时金朝已经将周围的国家都得罪过一遍了 宋猛联军攻破金朝都城 屹立119年的金朝帝国 轰然崩塌 然而比起灭国 更惨的还在后头 铁体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蒙古铁骑和宋朝士兵所向披靡 打得向来骁勇善战的金人士兵落花流水 机缘百年 终于得到释放 宋兵真正做到了 壮志鸡餐葫芦肉 笑谈可引匈奴血 不愁成功的宋兵 一路快马加鞭 涌进金人的皇宫 掠夺金哀宗一气的后宫 金朝皇族被翼王打进 全押送到北方大草原 因为没有供应饮食 大量皇族死于半路上 男人被卖做奴隶 女眷的下场 比金康之池里的女性惨烈多了 她们像商品一样 被奖赏给士兵 贵为一国之后的皇后 也未能幸免 传说南宋统帅孟拱 始终记着当年金人 是如何侮辱宋朝皇后和飞瓶的 为了一雪当年的耻辱 她吩咐画师 将士兵羞辱皇后的场面 画了下来 就是著名的长后图 讲述的就是 皇后被十九名士兵临入的场景 场面壮观而又凄惨 做下这幅长后图 也算是雪耻了 不可一世的金朝 为何落得如此下场 南宋自然不多说了 靖康之池游在眼前 那蒙军为何也参与其中呢 一开始 蒙古是依附金朝的一个小国家 为了统治和压制蒙古 金朝对蒙古进行了 惨无人道的统治政策 通过屠杀百姓的方式 去控制蒙古人口的增长 每过一段时间 金朝就会派兵去蒙古各部落大屠杀 连刚出生的婴儿都不放过 用屠杀蒙古首领的方式 来振折蒙古人 采用离间计 令各部落之间互相残杀 从而稳定了金朝的统治 成吉思汗的父亲 就是其中的一个冤魂 此外 成吉思汗的曾熟父 鞍巴还被金西宗活活钉死在墓驴上 此前留下一言 今后以我为戒 你每将五个指甲磨尽 变坏了十个指头 也与我报仇 备受驱入的蒙古铁骑 和宋军一拍即合 大举进攻金朝 金轩宗即位前 军队战斗力 已经大步如前金轩宗即位后 沉迷九色 不思朝政 朝廷上下腐败不堪 百姓名不聊生 蒙古复仇的时机终于到了 刚开始 金朝根本不把蒙古放在眼里 但令金朝没想到的是 当时的蒙古 已经不是当年那个 人人践踏羞辱的小国了 在蒙古的进攻下 金朝被迫前都变京 成吉思汗 成圣追击 短短几年就受果累累 打下金朝大片国土 金轩宗逃去南方 金哀宗被迫即位 刚开始 金哀宗还积极抵御 清全国之力 去抵御成吉思汗 五月起 城内发生瘟疫 城内粮食断绝 以至于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城内剩下的粮食 勉强能撑到年末 金哀宗见状不妙 决定效仿父亲的做法 弃城出逃 金哀宗将皇位匆匆传给了 元帅完颜成林 金哀宗出逃到蔡州 此时 蒙军已尽 金哀宗自知性命难保 在被蒙军抓住之前 将皇位传给手下大将 完颜成林 自以前吩咐手下记得 要烧了自己的遗体 以防尸体被蒙军修入 尸体烧到一半时 蒙军大破城门 愣是把尸体抢救出来 问题来了 孟拱想把尸体带回去 以祭奠当年的靖康之耻 蒙军自然不答应 毕竟金哀宗杀了那么多蒙人 孟拱一不做二不休 抽出宝刀 将金哀宗的尸体 劈成两半 两拨人各分一半 这才回去好交差 至于林为寿命的完颜成林 面对这样的形势也无力回天 在乱军中被杀死 从登基到被杀死 时间不过一个时辰 但就是这么一个错误的决定 让他沦为了金朝的亡国之君 这些不过是金朝灭亡 惨象的一个缩影 金朝落得如此悲惨下场 完全是这游自取 是当年残忍对待北宋 和蒙古人的报应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我是喵喵 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订阅哦 您的支持 是我们创作的动力 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